文安隊是保安局核下的 一支輔助應急隊伍 是在發生天災和其他緊急事故時 支援政府的正規應急部隊 另外, 他們還會在大型社區活動中 執行人群管理 在郊野公園進行防止山火巡邏 以及為市民提供山嶺遠足安全訓練 我想做文安隊隊員很久了 不知道我資質那麼好 入隊後, 會有甚麼崗位給我 麻煩, 我今天是來考試的 好, 請問前田腰表現了嗎? 動 你好, 父親, 你過來考試嗎? 跟我過來 好 怎樣可以成為一級隊員 只要你年滿16歲, 有中三畢業 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能粗粵語, 還有可以閱讀書社中文 考一級隊員的考試程序是怎樣的 我們分為兩個部份 第一就是體能和職能 第二就是面試 那招聘考試合格後, 下一步會是怎樣的呢? 你會有一個為期六個月的訓練 課程中包括了基本部隊訓練 基本急救 基本緊急搶救 之後就會有一個結業回操 之後你就可以成為一個 正正式式的文安隊隊員為社會服務 那怎樣可以成為四級長官? 你只要年滿18歲, 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有大學學位或以上的學歷 可以粗粵語, 能閱讀 和書寫中英文就可以了 那如果本身是紀律部隊的成員 是否可以直接成為長官? 也要跟隨我們之前的考核程序 以及符合四級長官的資格 長官, 對於投考 有甚麼提示可以給我嗎? 首先你有一分鐘內 完成十次的掌上額 然後一分鐘內完成十三次的設置 然後在三十秒內完成六次的組合條 最後在六分鐘內完成八百米 對於你來說應該沒有難度吧 看來好像我也真的做得到 讓我有時看他們的新隊員進職 看看我逛逛逛 六九八 掌上額, 一分鐘, 十次 預備, 開始 一, 低一點 二, 一 掌上額起座, 一分鐘, 十三下 剛剛做了膝上額十下 坐上額十四下 教練, 我的姿勢很準確 總合跳, 三十秒六下 四十六下 四十四下 六十五下 四十五下 一、二、一、二、一、二、一 一、二、一、一、二、一 二、一、二… 我過了體能測試,現在去面試 希望可以順順利利,成功成為隊員 首先歡迎你申請加入文安隊 我們今天也想了解一下 首先,你為何會有興趣上加入文安隊 因為我想為人民服務 還有我想增值自己學習多點東西 例如學生藝知識或生活技能 還有可以多認識朋友 很好,接下來我們會有一個 新隊員的訓練課程 維持160個小時 之後會安排一個強烈的測試 再去面試 Anthony,為何當初會加入文安隊 我在中學時加入了文安隊的少年團 經常在總部進行訓練 在訓練時,會有機會見到 其他成人隊員的訓練 我覺得很有挑戰性和有趣 所以決定長大了加入 你們在訓練的過程中有甚麼難忘的事 很難忘的是最近有一次學習打火 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真火 然後我們要一群學員圍著火打 那場面很壯觀 你們平時訓練包括甚麼 主要訓練有些例如搶救訓練 以及一些基本的處理傷者訓練 我們會用一些卷床或特定的器材 將傷者有危險的地方 帶去安全的地方進行一些急救處理 這次我了解了文安隊的招募過程 原來入隊後 還要經過不同的技術訓練 成功通過考核後 才可以入到小隊為大家服務 你也一起來吧 可emp jer Score